江星火提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问题, 你觉得如果我们三个之间都是恶极了的敌对竞争关系, 为了争地上的一个魔魔,而且没有规则约束, 那么我们的权力来自何处? 朱高旭给的答案也很简单, 朱高旭晃了晃他沙包大的拳头, 那就只能用这种方式来决定谁武力强,谁的权力大。 江星火点了点头,说道, 这个道理跟国家之间是一样的, 说白了,国家的权力来源于其战争能力, 思路是对的,那么还有没有其他权力的来源呢? 朱高旭想了半天,终于憋出了四个字, 俺不知道。 江星火笑着摇头,接着又向红脸大汉郑和问道, 你觉得呢? 郑和沉思几夕,本欲摇头, 但却忽然灵光一闪, 他回答,未来能锻炼出的武力。 对喽。 江星火继续深入问道, 譬如我们打了一架, 摸摸被最强壮的他抢走了, 那咱俩回到了牢房, 想要锻炼出未来的武力, 你感觉要靠什么才能锻炼出来? 郑和想了想后,答道, 需要吃饱,需要有武器。 江星火继续寻寻善诱, 对于个人来说自然是如此, 可想要吃饱还需要什么? 此时朱高旭也有些恍然, 需要钱贿赂狱卒买吃的。 江星火继续问道, 那如果赵狱没法买武器, 你想要更好的武器去对抗敌人, 需要什么? 自己制作更精良的武器, 郑和似乎有些明白了过来, 靠什么做? 你的育友都是你的敌人。 郑和干脆道, 靠自己制作武器的水平, 换算成国家呢? 江星火在诱导他们说出最后的答案。 朱高旭与郑和几乎一口同声地说道, 国库的钱和打造兵器的技术。 江星火满意地点了点头, 总结道, 也就是说, 国家有两项权力, 第一项权力是军事权力, 第二项权力是潜在权力。 第一项军事权力, 也就是指某个国家的军事能力 对其他国家的控制和影响, 是指一国可以迫使另一国去做某事的权力。 听到这里, 郑和微微汉手, 军力永远是对其他国家交往的本钱。 为什么在朝共体系内, 安南、战城、爪哇、朝鲜、 仙罗、真辣、琉球等等国家 对大明净若神明? 原因不就在于大明拥有随时摧毁他们国家的军力吗? 为什么日本敢跟朱元璋对着干, 甚至引经据典写下了非常硬气的回信? 陈文天朝有星战之策, 小邦亦有御敌之徒, 又闻陛下玄武功之将, 其精锐之师来清晨静。 水则之地, 山海之舟, 自有其辈, 岂肯贵徒而奉之乎? 顺之未必其生, 逆之未必其死。 相逢赫兰山前, 摇以薄系, 陈河俱灾。 躺军圣臣父, 且满上国之义, 摄臣圣君父, 反作小邦之差, 自古蒋河为上, 霸占为强, 免生灵之涂炭, 整离树之艰辛, 特遣使臣, 进扣丹币, 为上国图之。 日本的底气何在? 不就是因为两次打败了天下无敌的蒙古人吗? 所以日本自持军力并不畏惧跨海远征来的大明。 换到后世便是爱公所谓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尊严只在剑锋之上, 折化是智力, 国与国之间的交往, 便是如此真实。 第二项潜在权力, 也就是国库的钱和打造兵器的技术。 钱从哪来? 从税来, 怎么收税的问题, 之前已经讲过了。 文言, 朱高旭的眼神有些炽热, 父皇打算把组件并训练睡井总团的任务交给他, 这件事, 老三朱高岁已经告诉他了, 或者说, 就是父皇让朱高岁透露给他的。 而江先生的扫盲班, 这几天看来, 进展颇为迅速。 按照江星火编撰的汉语披音字典, 前来扫盲的囚徒们, 已经学会了基本的生母, 距离能拼出来读音,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等生母运母这些都学完, 那么即便是不认识字, 拿着汉语拼音字典, 也能拼出来字了, 到了那时候, 缺乏的就只是教导练习常用字的过程了。 而数学的练习, 此时也在同步进行。 得益于江星火深入浅出的教学, 这些囚徒们已经学会了基本的加减法。 如此一来, 三个月就能完成一批基础扫盲。 睡井总团的成立也就没有任何阻碍了。 到时候, 睡井总团必将成为他争处的有力武器。 想到这里, 朱高旭的脸上就不由地露出了难以遏制的笑意。 嘿! 当江星火的手在他的眼前晃了晃时, 朱高旭才回过神来。 朱高旭善善地问道, 走神了, 刚说到哪了? 刚说到, 国家的潜在权力就包括军事技术水平, 你既然参加过靖南之役, 那你觉得大明军队的武器装备技术水平 对比元朝是什么水平呢? 江星火复述了一遍。 这个问题倒是真的问到了朱高旭擅长的领域。 当然了, 郑和也擅长, 但是由于他的角色是怀电盗匪, 所以就不便讨论这个问题了。 朱高旭挠了挠大胡子, 思索片刻后说道, 各方面来说的话, 刀具应该差不多, 蒙古人的刀更弯, 利于马站, 大明的刀较长, 马不皆宜, 站马区别不大, 基本都一样, 弓箭, 枪朔, 盾牌也都差不多, 甲咒的话, 单论防御能力, 肯定不如蒙古人继承自宋金夏时期的重型扎甲, 但大明的甲咒更加轻便, 炮车, 投石机呢, 现在大明基本没有炮车了, 工程肯定是远远不如蒙古人的回回炮, 火器的话, 大明比蒙古人要先进, 平安那家伙就挺擅长使用火器的, 一窝风打的重甲骑兵都不敢硬凿, 基本只能绕到侧翼或者后面突击, 江星火总结道, 也就是说, 刀枪遁弓这些基础兵器, 大明与元朝时期的水平持平, 甲咒各有特色, 炮车不如元朝, 火器胜过元朝, 炮车不如元朝, 不是因为大明造不出来, 朱高旭解释道, 而是炮车主要用于工程, 可偏偏现在北方嗨嗨, 除了北平, 德州, 珍定这样主要的大城, 其余的城池, 城墙早都被蒙古人给扒了, 甚至早在木华力帅蒙古偏师第一次攻入两河的时候, 为了防止金国人的固守, 就都拆毁了, 将星火点点头, 同意了这个观点, 傅又问道, 那你觉得, 如果大明想要发展军事技术水平, 能在那些武器上取得突破呢? 朱高旭与郑和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 甲咒, 火器, 朱高旭先说道, 俺觉得应该发展棉甲, 北方打仗, 这东西太好用了, 又能预寒又能挡箭矢和冲丸, 我倒是觉得, 火器应该还有很大发展余地, 郑和说道, 江星火若有所思地看了这个奇怪的红脸常然汉子一眼, 不过倒也没说什么, 只是对其身份, 进一步产生了怀疑和猜测, 至于科技点之类的东西, 江星火不打算再透露了, 铁马和千里传闻只是为了试探皇帝的态度, 而且是提议成立的前置条件, 若非如此, 他连这两个都不想透露, 于是, 这个话题就被掠过, 大国博弈学的第一部分, 我们讲了进攻现实主义, 第二部分, 我们讲了国家的权力, 接下来的第三部分, 我将用之前博弈论中的一个经典案例, 来解释大国博弈安全困境, 这个案例叫做倭寇的囚徒博弈, 朱高旭眉头一皱, 这玩意还有续集, 江星火的手中, 又出现了那枚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银币, 书接上回, 上次在对马岛参与瓜分一百枚八丝八文银币的倭寇, 有两个人在倭寇分吟的博弈中幸存了下来, 分别是拿走了九十九枚银币的饼倭寇, 和拿走了一枚银币的乌倭寇, 至于甲, 乙, 丁, 则早已被武士刀所砍杀, 这两人倒挺幸运, 看着感叹的朱高旭, 江星火摇了摇头, 紧跟实实地说道, 不幸运, 因为丙倭寇和乌倭寇在接下来的联手打劫中, 不幸碰到了正在扫荡倭寇的大名水尸, 所以他们战败被俘了, 正和也跟着眼皮一跳, 江星火为什么会说扫荡倭寇的事情, 难道江星火识破了我的身份, 不应该呀, 我都化妆成这样了, 容不得正和继续深思, 江星火接着阐述起了背景故事, 紧接着, 丙倭寇和乌倭寇被关在了不同的牢房里, 丙倭寇和乌倭寇非常恐惧地度过了几日, 他们新加入的海盗团伙中的其他民国和朝鲜, 琉球的成员, 已经陆续被提审, 到了最后, 只剩下了他们两个日本人, 有传闻说, 民国的将军在跟这些被提审的人玩一个游戏, 一个需要两个人参与的游戏, 终于有一天, 丙倭寇和乌倭寇也被提审了, 他俩反而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来吧, 哪怕杀死他们, 也比这样心惊胆战的煎熬要强得多, 在屋子里, 他们看到了大名的将军, 一个长着大胡子的威严男人, 嗯, 就像你俩一样, 江心火指了指自己身旁的两个人, 朱高旭与正和被他逗得又一身遗鬼了起来, 总觉得江心火在暗示些什么, 这个大名的将军告诉丙倭寇和乌倭寇, 想要跟他们玩一个游戏时, 两名倭寇的心头都很紧张, 什么游戏? 朱高旭忍不住问道, 一个互相背叛的游戏, 江心火慢悠悠地介绍起了游戏规则, 大名的将军告诉丙倭寇和乌倭寇, 他们会被分开审讯, 而审讯的内容, 就是关于对马岛上倭寇巢巢的情报, 这些情报, 只有他们从对马岛上来的两个倭寇知道, 其他的海盗都是朝鲜人和大名人, 琉球人并不知道这些情报, 而大名的将军则告诉丙倭寇和乌倭寇, 如果关于对马岛倭寇巢巢的情报, 两个人都拒不开口, 那么两人都只会被判一年囚禁, 如果其中一人拒不开口, 一人坦白, 坦白的人马上会将功折罪被释放, 而拒不开口的人则要复刑二十年, 如果两个人都坦白, 那么他们会因坦白减少十分之一的刑期, 都复刑十八年。 你们猜猜, 最后丙倭寇和乌倭寇会如何抉择? 听完了游戏规则, 朱高旭很有进步地在地面上 用他粗壮的手指笔笔划滑了起来, 正合则是在脑海中开始了推演。 江星虎看着他俩的思考, 安静地闭上了嘴, 密室中此时也开始了讨论。 朱棣保持了皇帝的威严, 始终沉默, 板着脸注视着他的臣子们。 朱高齿则掰着肉乎乎的手指头在算数, 导演的光头靠在了椅背上, 如果不是他手里的紫檀念珠还在转动, 朱棣险些以为导演睡着了。 护不上书下缘级则一直在出神, 离不上书李志刚也是如此。 只是朱棣不知道李志刚是真的在思考, 还是装的。 至于两个小力, 郭金和柴车, 因为手头有纸笔的缘故, 此时也在进行着纸上推演。 觅室内的气氛沉闷得可怕。 朱高齿算来算去, 率先开口问道, 有没有可能, 丙倭寇和乌倭寇都拒不开口, 两人都被判处, 一年囚禁。 下缘级揭话道, 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 朱棣也插话问道, 下缘级理所当然地答道, 丙倭寇和乌倭寇有仇啊。 上次在对马岛上分一百枚 八四八文银币的时候, 丙倭寇拿走了九十九枚, 而乌倭寇只拿走了一枚, 乌倭寇定然是怀恨在心的。 朱棣正了正, 说道, 有仇是有仇, 换谁都心里不得劲。 朱高齿也是难难, 可是好像有点不对。 下缘级明白朱高齿的意思, 他解释道, 这次没说丙倭寇和乌倭寇 都是绝对理性, 既然没有这个前提, 那就不能把他们当作 绝对理性的人来看待了。 而且僵尸明确地告诉了, 丙倭寇和乌倭寇 就是上次在倭寇分吟博弈中 幸存下来的两人, 又描述了两人的心理, 譬如恐惧, 如是重负, 心惊胆战等等, 这些都说明秉倭寇和乌倭寇 不再是绝对理性的人了, 所以说他们面对新一轮的博弈, 也不会做出绝对理性的判断。